上海预言灯会是当地迎新的碧区打卡地 那么今年的花灯有哪些不同呢 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 今年的预言灯会是以上海奇遇记为主题 以上海经为蓝本打造而成 通过各种灯彩装置 呈现出一个宛若上海经中描绘的奇幻世界 正好自己也是那个摄影的爱好者 有时候过来去那边感受一下新年的气氛 我觉得今年的就比较漂亮 我听说是按三海经里面的主题来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一样 然后我就过来了 比去年好看 你看啊我上帮的这个龙门灯组呢 就是灵感来源于上海博物馆的馆藏名画 里在的秦高城里图中的景象 老街两旁的这些行李 正是出自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珍品 就连飞鱼氛围灯灵感 也来源于上博馆藏文物宝盒里的飞鱼文录 小孩子来到这边可以认识形形色色的一些 关于中国文化的底蕴的东西 可能他们现在说不出来的 他们心里面会留下很深的印象 感谢观看